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久前一篇《下不了手》开除7080后 公司死了谁负责的文章 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年危机的思考 文章的作者是年仅26岁的摩拜单车移动端负责人周哲武 7080后越来越尴尬的职场现状 在这篇文章里可见一斑 在这个年纪 既要承受家庭和生活的压力 又要直面在职场夹缝中艰难挣扎的生存危机 就像张爱玲说的 人到中年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 因为他一睁开眼睛 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 面对危机无论是寻求转行或者是重新开始 都将面临重重困境 而且如果真的等到35岁以后才去思考这个问题 很可能已经无力解决 经济学上有个灰犀牛的概念 指那些太过于常见 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大概率风险 显然中年危机就是这样一头逃不掉的灰犀牛 虽然它的风险很大 但是人们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在舒适区里得过且过 等危机真的到来时 却已经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第一批被淘汰的人 就是那些明知危机 却不主动求变 不思进取的人 你好面试官的求职者艾春辉 外表是稳重踏实的熟男大叔 艾春辉一上台 就将期望薪资定位为 节目中从未出现过的最高薪资 80到100万 令人期待他后面的表现 遗憾的是 他的表现却并没有 面试官预期的那么出彩 最终求职失败 主持人林响点评说 在35岁的年纪 想要转型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美国作家乔恩·阿卡夫 在《奋斗的正确姿势》里 提出了职业储备账户的概念 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做好准备 人脉 技能 品格 勤奋 用公式来表达则是 人脉加技能 加品格乘以勤奋 等于职业储备账户 简单来说 就是你认识谁 你能做什么 你是谁 以及你的工作态度 先说人脉 职场上人脉 可以给你第一个机会 你的人际网络 不仅决定了你是谁 更蕴藏了你 绝大部分的职场机会 作者认为 其实你并不了解 自己的朋友圈 除非你真正 关注自己的人脉 否则你无法想象 自己究竟认识了多少人 他提 利用变迁记录 和整理你的人脉 进而为那些 你希望维护的人脉 投入精力 另外 作者还提到 点头之交至关重要 点头之交 也即不常联系的弱联系 这些关系 往往能成为你 获得信息和机会的 重要因素 那么 如何与这些关系 建立真正的联系呢 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 只要认知到弱联系的价值 花必要的时间 去思考弱联系圈的维持 拓展策略 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 成本 却能够在关键时刻 派上用场 职场不是单打独斗 长期的职业发展 离不开团队协作 和人脉支持 人脉给你第一次机会 但如果你没有技能 再多的人脉加持 也是枉然 离歌里的毛北 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只是缺乏资源和机会 后来 飘飘有一个才艺表演的机会 他找到毛北合作 表演现场 飘飘有临时演唱一首歌 可是毛北只会最初级的吉他指弹 急于一窍不通 不出所料 这场演出简直是灾难现场 五分钟的表演时间断场五次 飘飘大势所望 就你这样 给你一万次机会 你也扶不起来 人脉给你第一次机会 而技能 决定你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 乔恩说 技能的纯熟与否 很大程度上 决定你是玩家 还是行家 行家 即一个领域最专业的人 持续打造你的个人专业化品牌 才是职场的正确打开方式 大前言一在专业主义里也提到 未来是个人之间的竞争 锻造他人无法超越的核心竞争力 唯一的一事就是专业 想要提高竞争力 在职场上变得不可替代 就要为自己增值 充实内在和外在 坚持投资自己 而技能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掌握后不会消失 也没有人能将其夺走 如果人脉代表的是你认识什么人 技能代表你能做什么 那么品格则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 电视剧《迷雾》 金南珠饰演的高惠兰陷入危机四伏的中年职场危机 危机之一是年轻貌美的后辈韩志愿 想取代她坐上九点新闻的主播位置 高惠兰只用了个小手段 就把韩志愿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在她看来 韩志愿作为新闻主播 没有大格局和理想 所谓格局和理想 就是追求真相 实现社会正义 这是她的职业价值观 也是她的信仰 换言之铁肩单道义 这是一名职业媒体人所必备的品格 乔恩认为 关于品格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答案 但毫无疑问 责任感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责任所在 尽力而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坚守住良好的品格 能让你在职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方面作者也说 品格的培养 难以立竿见影 需要长期的培养 需要有所坚持 就像有个网友所说的 你可以脚下 可以圆滑 可以装傻 但一定得坚持自己的底线 日积月累 这个底线就叫做人品 人品这个东西平时没什么大用 有时甚至看起来很是累赘 但是关键时刻守住一次 或许就能挽救你的钱 你的前途 乃至你的生命 你的今天是在未来买单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或吃或早 将获得同类的汇报 而坚持良好的品格 你就始终有行走职场的最大底气 很多人认为差不多就行了 但不管在什么领域 勤奋 都是你通关 晋级的必经之路 想要获得多大的成就 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程度的努力 和思考 偶像练习生 C位出道的蔡徐坤 她的成功除了天赋和才华 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努力 作为个人练习生 想要出人头地 就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接受形同练语般的训练 反复磨练 唱歌和表演技巧等 生活没有容易而自 不管是光芒四射的明星 还是普通上班族 想要实现梦想 都需要付出超越极限的努力 海地格兰特哈佛森说 当我们所做的一切 早已游刃勇余 胸有成竹 就是我们最成功的时候 一万小时定律 是成为一个高手的必由之路 没有人可以在这条路上 偷工减料 差不多的人生 其实差很多 这种差别 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埋下伏笔 二十岁时 令你困扰的问题第一次出现 你选择了逃避 三十岁以后 当他们卷土重来时 你就只剩下步步落败 因此 如果你预测了灰犀牛正在到来 就要在其变的紧急之前 开始行动 做好准备 人生走的每一步 都算数 你现在做的事 决定你十年后的生活 哥德说 人人都想成功 但没有人 想要成长 而从未停止学习和成长的人 永远 不会被时代抛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刚才 skulle进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